好,那我们上礼拜把这个头部的造型大概基本的完成之后 其实就可以开始来进行身体的一个 它的一些配件或者是头发造型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上礼拜也有使用这个力球 先把它的这个基本的心体架构给架设出来 那铠甲,它身上的铠甲或者说它的一些肌肉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身体去使用遮罩 用遮罩的方式去产生身上的一些配件 好,那这里我先从头发的物件开始谈 从头发物件开始谈 上礼拜我们有示范做眉毛 眉毛是用遮罩去产生的 那头发的话,因为它是不规则的 应该说它不是对称啊 它不是对称的那个造型 其实两边这里有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它的正上方这边 其实它这里是有散电纹的一个 刘海跟这个发线 那你一样是可以先从对称的概念去做 但是这里你在刻这个闪电刻纹的时候就 可能就会把那个 它的对称功能给做关闭 就可以去执行它 好,那头发的制作当然你也可以用遮罩来做啦 因为遮罩去做,它有一个好处是底盘 会跟头皮完全的密合 好,会完全的密合 那假设说我要用 它的这个头部用遮罩方式来做头发的话 因为遮罩你必须要一笔一笔慢慢去划 其实会速度有点慢 那我这边就会用反向的方式去处理它 我会先用遮罩把这个脸整个都变黑 都让它变黑 那变黑之后 按住Ctrl键加Auto 就变成叉子 我把我要留白的部分给留下来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加快 你在做遮罩选取区的这个速度 其实同学要懂得去做一个局域反山的概念 就是有时候有可能你直接画比较快 那有时候可能你是做先全面做遮罩 然后再把你不想要有的地方给插掉 这样的方式有可能速度会更快 好,那我大概就这样子先把它的头型的结构 先把它给插出来 那这里我希望它有比较明显的那个法肩的部分 我再稍微画一下 好,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着我们到 然后 Subtour选单里头 我去打开这个生成物件的选项 那厚度当然你可以先试着去做 震测 看它产生出来的结构厚度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你觉得它这个厚度太薄 那你就是稍微再加厚一下 我去做一下微调整 OK好,那比方说这样 我觉得这样OK 我就把它产生 产生实际的物件 那产生物件之后 它会带着遮罩 所以遮罩记得要把它解掉 做一下解遮罩的动作 那原本的头皮这里 遮罩也还会在 它也还在 所以这边记得要再解掉一次 好,那这一个 头皮的 头发的物件 你如果打开 网格模式去做检视的话 你会发现到它其实是 有三层不同的群组 第一个是外皮 第二个是厚度 第三个是里面的这一层皮 内皮 它其实会有三层 那这三层其实 我们大概在做 笔刷的搬动的时候 它会整个都会被牵动 它其实整个都会被牵动 它其实整个都会被牵动 那我希望头皮 不要被笔刷给搬动 我不希望那边被搬动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先用 选取 局部选取的工具 把头皮的物件 先做一下 保留 按Ctrl 按Ctrl 先去做单点 把这个保留下来 那保留之后 我希望它不要被 笔刷所影响 所以整个做遮罩 先做一个大遮罩给它 我先把背景给移除掉 不然其实这样 也会一直干扰 那遮罩完之后 我把隐藏的物件再还回来 Ctrl 键加 shooter键 然后单点 把它还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个头发物件 它会产生一种现象 就是 里面这一层 它会被遮罩的 这个功能给锁住 它会锁住 那锁住的话 我待会外面这边的造型 怎么去做变动 其实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不会受到影响 就里面这一层 它不会受笔刷的影响 好 那这里我就可以 很放心的去使用这个 移动笔刷 我就把我这里要做的造型 开始去做回调整 这边你怎么拉 其实都不用担心 因为它的这个 背面的那个 塗层会被锁起来 它其实会被锁起来 那这个也有个好处是 你后续在做列印的时候 这里比较不会有 贯穿物件的一个 问题产生 因为其实初学者很常 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 会出现 比较 深的一些倒角面 那个倒角面 其实会 影响到列印的时候 所造成的问题 好 那这边我就可以先把 那个 刘海的部分 去做一下造型 我稍微把那个图先 打开来好了 不然这样子 会 将有一个参考的依据 我把这张图放到我的旁边 好 那同学如果说你们有 不一定有双萤幕 如果你们有双萤幕 当然是最好 你可以把参考图放在旁边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就是 把那张图印出来 印出来放在旁边 因为如果说 你用那个 图片去 放在底图的话 也可以啦 但是 就是可能 视觉上还是会受到一点点干扰 好 那我这边的话 就可能就是这样 快速的把 他的一些 头发的造型 先把他整理出来 好 然后他背面的图 好 这边一样 开到旁边来做 做检视 好 所以如果你 没有他背面的图 你其实就很难去理解说 他后面的头发是长什么样子 你就要自己去拆啊 你就要自己去拆 那 自己去拆的话 其实就 不会准啊 那除非说 那个角色是你自己原创的 那就 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好 如果不是原创的话 就是 造型 你没有得到一个 比较 明确的 一个 参考图的话 他会让你在制作的过程中 造成 一直造成额外的问题 好 那这个角色他其实 头上有一个 那个 马尾 那个马尾的话 我们就会 另外再去做一个物件 来 制作他的那个 马尾的造型 所以这里的话 我可能就是以 比较偏向是 长头发的结构 去把它给完成 好 那头发结果 当然这个可以慢慢去修 我这里重点就是说 你们在做 这个 发片的时候 可以用 遮罩的功能 去做一个 保护的一个 一个效果 好 那在做头发 另外一个会比较常见到 就是可能 物件太薄 物件会做的太薄 那太薄的话 其实列印上 会有问题 如果你的模型不是很大 尺寸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他会被判定是 不存在 或者说列印出来 他会产生 破洞 所以如果你的结构有部分 太薄的时候 你可以用 这个充气笔刷 这个 会有一个充气笔刷 那针对比较薄的部分 去做点击 他会把它给整个充满 就会把它给 撑起来 他会把它撑起来 那有时候 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 会故意 去做一个 夸式化的一个造型整理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要避免 产生失败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边我会 稍微把它变 比较宽一点 这边太宽了 我再把它换成 移动工具 这是移动笔刷 移动笔刷 移动笔刷 稍微再做一下什么事 OK好 这样 他初步的一个造型 就算差不多 这里 这里会有一些 闪电的纹路 那他的那个法流的部分 你可以用这个 刻线工具 就我们之前有谈过的那个 Dance Standard 的一个刻线工具 那用滑鼠的话 记得这里要 跳到16 就是一半的压力 不然它其实刻下去 它的那个力道会太深 那太深的话 造型就会比较不好控制 那这边我一样都是先用 对称的方式去做 好 其实当你的物件如果不对称 你可以放到最后 再去处理它 好 好 这里再稍微 刻一下 这里这里也有一些造型 好那这里还有一条那个 这个瓦海 我要把它 拉出来 这边我用Snakehold 去拉 Snakehold 跟 莫浦笔刷不太一样 莫浦笔刷 它在做移动的时候 它不能做弯曲 那Snakehold 这支笔刷 它是可以做 弯曲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的笔刷是比较细小的话 它是可以带出 那个 比较细一点的那种结构 好 这个是跟 呃 莫浦笔刷比较大的 一个不同 好 那我这边就大概 给它一点点结构就好了 好 那法尾这边其实也有 这边还有一个是这样子 转过来的造型 好 这边都是先 呃 透过滑鼠的那个 比刷功能 强制性的去做 那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会造成说 呃 模型的布线啊 它会有这种 比较不合理的 的那个走向 那这个 不用担心 我们 最后去使用那个 呃 remesh它就可以去处理了 好 然后脸部这边 它其实也有一个 这个 法瘤是往脸颊这边走的 哦 就是 这两个 这个法瘤它是往中间走的 好 所以这边我也把它 把它做出来 好 这个就用那个snake hold 才可以做 欸 其实这两个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不要直接涨它 我直接用那个 遮罩区 我这里要做一个 靠近脸颊的 发瘤 好 先画 画比较粗的 的那个 遮罩 然后要变细 就会把它擦掉 好 因为笔刷的关系 如果你是用绘图板 基本上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用 滑鼠 因为滑鼠 下的点 它比较粗 所以你要做出一些 比较细微的造型 你必须用反向的方式 插回去 好 反向这样插 你知道 要办法得到这样的结构 好 那 我觉得还不够长 应该就到 这里才对 它应该是到很前面 好 这边再把它重新 插掉 好 你用遮罩放在去做 有一个好处是 它 产生的物件啊 会 跟你的那个角色的脸 是 服贴的 它会服贴在角色的 的物件上面 但是如果你是用 那个自己去 做物件的话 它 它就没有这个服贴的效果 好 大概是 这样子 然后我把这个物件呢 一样做一个 厚度 就跟刚刚我做的厚度 完全一样就可以 把它长出来 好 那这边 我做一样的手法 把这边给收起来 开个遮罩 好 那这样的话 我这里在修 造型的时候 它就比较不会被 被吸走 好 用移动工具去做一下 位置的调整 中间它可以 高一点点 它其实这个法流 会有一点点 追形的效果 所谓的 就是这边会有 应该要有一条 是比较 细的线 你可以用这个 Dance Standard的这个笔刷 然后去 给它一条细线 好 Auto键加左键 给它一条细线 然后再搭配Smooth 把它给 柔化掉 好 这边也是 做一下柔化 好 好 那这里如果说你的造型是 确定 没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把背面的那个 遮罩给解掉 我就把它解掉 那头发 这边也是 这边我也把它解掉 好 那我把这两个物件 要合而为一 就是 刚刚这个 刘海的这个物件 跟 头发 我希望先把它做 合并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 由下往上 这里去执行 这个 merge 做merge down 就是上涂层 去 合并下涂层 但是位置要点对 要 这一个 往下合并 如果这个再往下合并 就是 合并到没忙 那 merge down的功能 它有个缺点 就是 它不能做 复原 也就是 如果你如果操作错 它就 你的模型就完了 所以 在 执行merge down 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好 观察一下 你那个图形位置到底 对不对 好 按ok 它就并上去了 那这样的话 我的头发的物件 就是 它的这个 头发的造型 基本上就先 到一个段落 那 它的这个 马尾 它上面有一个马尾 我就一样再去做一个 insert一颗球 那把这一颗球 往上带 放到后面这边来 好 它的马尾其实是不对称 但是我们在做 基本上都还是先以对称为 塑形 先以对称方式来做塑形 那 后续再慢慢去修它 那这里的话 我一样是用 移动工具 把这里的 马尾 先做个造型 当然它马尾的那个法流 也可以就是做 单一个比较小的物件 然后一直复制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然后去转 转它的角度 其实它也可以做出一些 蛮特别的 那个头发的造型 那周边的一些 它的那个法流 你可以使用有一支叫 Pitch笔刷 它会拉出比较 锐利的边线 那Pitch笔刷的话 如果你是用滑鼠 有可能它的那个力道 会很强 像这样就太强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感压力到20 调到10 就大概减一半 大概减一半 但是如果你是用 那个 绘图版 基本上就 会根据你那个 手感压力的那个 效果 去 得到你 那个最终的 的一个 结果 所以如果你是用 绘图版的话 其实就不太需要去 做这个调整 这里也顺便跟同学 提一下这个 它这个差异 可以有 好 那它的马尾 我大概就做这样子 就OK了 那会有一截是接 接在它的这个头上 我就直接用圆柱就好了 insert一个圆柱给它 好 那旋转 所以在做结合的时候 你可以打开这个半透明 的功能 去观察 两者之间的 位置 还有它的比例关系 它这边其实是有绑那个断带的 这断带可以 后续再去加 就我们基本造型线 大概这样子就可以完成 它头发的一些法线 还有它的一些法流 这都可以后续 慢慢的去处理它 就是AUTO 线加左线去 去下 它的这个法流 然后是这里 把它头发的那个结构给 给磕出来 给磕出来 其实这边在磕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因为背面有可能被吸走 你看这边这边被吸走 所以如果这里要去做法流磕 磕线的话 可能还是要再做一次 就是 把背面这边给 遮罩起来 然后再去做 外部的处理 这样 内部的造型 比较不会被破坏掉 我觉得可能这里要稍微 留意一下 OK好 头发这边我就大概 先 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 示范 好 这种第一段的影片 我可能就是 先示范到这里 那待会我们来谈 身体跟铠甲的部分 而且这头发你要去 整理他的外型 这个是需要 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头发的一个 他的这个弯曲 或者是 飘动的那个 形态 你要他看起来比较活 你就需要 慢慢的去整理他 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快 之后就是 慢慢的去整理就可以 OK好 那第一段影片我们就先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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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